来到最后一节 来到这节我们来说 富士 富士因为刚好 其实也不是刚好 它有个大型发布会 在这段时间预测出 但是之前一直都有材料流出 究竟公布了什么 但是它在大型发布会里面有两支镜头 之前没有材料流出过 但是有一支也流出 另外机身也流出了 有什么呢 有部中阶机X-X10 还有这支镜头 讲了很久了 10-24的第二代 新版本 WR最主要的 然后还有令人惊喜的 是18-1.4 还有一支7-300 我们先讲机身 机身X-X10 其实之前一直传 它很有趣 因为在Fujiburma传出来 那个写手 它真是擠牙膏式地骗 我觉得是骗稿 它真是一天加一样东西 一天加一样东西 这样凳出来 那部机最开始就说 都是冷神秘的 总是说中阶机 最开始就说 去到明年新年 有两部中阶机 才引起了这个话题 这部又是其中一部 当然Fujiburma的东西 可能有时又错了 或者有时它知道的材料 厂力无端定 并且改决定也不期 所以另一部就不理了 总之这部 X-10 它一开始就说出来 但是那时候也 很灵神秘的 又没有再说 然后无端定就说 其实应该是 有一个ERVF在机顶 这样的 即是單反營 引大家每一天去看一看 是啊 他真的加加加加 加到現在 其實中間 我想大家最大疑問就是 大家都猜到他會不會是XT30的成功 其實又不像是 現在出來為什麼呢 其實他整個外形 都已經是自成一格 我覺得如果要外形用 我覺得像是手柄位像X-H1 即是連手掣位都像 但是機頂就像XT200 機背都像XT200 然後 我看照片好像有X-T的味道 即是很方形的效果 因為整個XT系列都是單反型的機器 其實他都很相似 只不過他的定位 如果你用XT30比 他又不是很相似 他整個外形都不像XT30 反而真的像 我剛才形容了 X-H1和XT200的結合 是的 這樣 因為像X-H1 今次有機身防震 因為機身小了 證明他的工藝上真的做得小 機身防震那部分 剛剛我們錄這條片之前 剛剛網上有人傳了一張照片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拍的 應該是富士自己拍出來的 就是把XT4的防震系統 因為當時他出XT4的時候 就很強調自己做小了防震 即是比X-H1 做小了又厲害了 然後又拍了X-H10的防震系統 真的再細一點 但是防震效能就差半級 和XT4 而這部機器 除了外形比較特別之外 其實他的功能 各方面 因為他都是用XT4的2600萬像素 連個Processor都是一樣的 都是Processor 4 所以其實你會估計到 他只不過是把XT4 按下一些功能 就放進去 很有趣的 你會見到一些規格上的東西 他就是和XT30是同歸的 但是會加插了少少XT4的東西 但是又會很刻意地按下了少少 例如他那個連拍 XT4就是一個1.25X的Code Mode 可以做到每秒30張 就沒有了這個 沒有了這個 那便可以保持最高每秒20張的連拍 接著拍片 XT4 其實XT4也有 就是4K 60p 那他就沒有了 4K 30p 他連你插HDMI 去外置錄影機錄 都不給你60p 都是給你30p 即是原諒在標誌性 或者頂級的功能 稍微減少 小時候去分開機身的定位 是的 還有他沒有雙插卡 即是SD卡一張 還要是UHS-1 即是如果你連拍多幾張 他應該會有很久 接著一顆電 都不可以叫舊款 除了XT4之外 全部機都在使用126的電 其實挺有趣的 有少許影片功能 但都是影場為主的機身設計 我覺得他 其實我真的不懂 怎樣去定位 他之所以叫XS10 即是一個新的字母系列 是的 我相信都是因為 他自己都覺得 他又不是很像XT系列 即是一個 我又不會用幾筆像去形容他 但是我覺得這個詞彙 就比較適合形容他 即是他有 我剛才說了 又像X-H1 又像XT4 又像XT200 就是不像XT30 是的 很奇怪的一部機 但我個人會很喜歡他現在的定位 因為我自己覺得XT30和XT200 真是模擬他們真是很撞 即是他只不過多了X-Trans 但其實其他東西和XT200不是差很遠 變成這兩部機 就自己打自己 有些選擇有點困難 是的 我為何不給便宜些買一部 可能很多朋友看的 未必是看他是不是X-Trans 他是看2600萬像素 和2400萬像素 就是這樣去看 因為XT200 都是富士色來的 即是JPAD的顏色 不會因為他的感應器 不是X-Trans 就變成他出來的顏色 會變成另一個品牌 所以我覺得打得挺硬的 X-T200出之後打X-T30 反而現在這部我覺得挺有趣 因為他的定價是999美金 定價999美金 就是7000美港幣 我想香港應該都差不多定價 因為XT4偏貴 現在我覺得反而X-T4 跟著X-S10 下面再有部XT200 就分明很多 因為如果之前XT30 是偏向下面更多 看到兩部機都很像 現在新機出之後 可能大家分得出那個分別是哪裏 是的 而且我挺喜歡他的大手柄 因為他又不是真的很大那種 有些人都會質疑我 現在的機率做越大手柄 怎麼會說小一點好一點 大和小好看你自己個人的手 第一 第二就是太大和太小都是不好的 都是會有問題 是的 我覺得他這個應該挺好的 雖然我未見過實物 我未拿上手 但如果這樣看下去 因為他的手柄像X-H1 比較小一點 我挺喜歡他的手柄 因為X-T 我經常都說 X-T系列 按鈕是向上機頂 即是手指要特意拉過來 按鈕 但是X-H1 我喜歡他有一點像炸槍 塞打鈕在前面 但這次X-S10 他亦都是把塞打鈕移到前面手柄的位置 所以我相信出來的感覺是很好的 明白 是的 不過有些朋友可能未必那麼喜歡他的Modile 因為富士高級的機器不是用Modile 即是光圈還光圈快門還快門 就不是說PASM Mode 但是他這次這部機器就是PASM 那這個就 鏡見著 有些朋友喜歡的aley 有些朋友不喜歡的 或者你是在cannon那邊轉過去 那你就可能覺得很適應的 問題不是很大 其實其他大部分品牌都是PSM Mode 去轉 尤其是中階或者入門機 即是高階機才不是這樣 富士自己也是 所以這部機器 我不懂用一个好的词汇去形容它 起码听你这样说产品线分明了很多 你选择的时候不会说几部机有些选择困难 是的 反而就是99.9美金 如果给你觉得怎样看 因为我给多一点资料 大概如果XT3 因为现在市场上正在卖 它出售时定价大概是9000多港元 即是跟现在的XS10大家都在初出定价计 差1000多元而已 要补充多一点资料 即是XT3 刚刚有新的更新 令到手机再厉害了 即是有差距但就少了防震 现在你比较便宜一点 这部机就炸了但又多了防震 是的 我觉得有些客户 可能手机的体积少一点又有防震 也是一个卖点 是的 所以这部机 我个人挺好看这部机的 但是我个人 也是第一层 可能很多朋友买富士东西都会等一等 等一试一试 起码社会的型格我感觉更容易认 比之前XT30的型号 我不會混流每一個不同年代的模特兒 外形上是比較硬朗一點 因為它是XS10 我都會想想將來會不會有XS系列 XS100或者XS1 上面都挺有趣的 到時選擇就太多了 那這部機就先講鏡頭 講一支XS24是第二代的 這個之前全叫做2 但是似乎出來的名字 就不是叫2 是純粹在型號上加了WR 之前那支是XS10-24mm F4R OIS 今次這支就是XS10-24mm F4R OIS WR 即是多了一個防塵防水滴 即是Radar Resist的防塵防水滴 那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光學就完全一樣了 我原本也估計會不會光學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想起舊那支 很多富士的用家都會選這支做WR OIS 其實很漂亮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投訴 如果你和8-16mm F4R OIS 拍攝在一起相比 你會看到有分別的 角落頭位 但是我真心覺得 OK了 價錢又差這麼多 而且8-16mm不能下Filtra 你才能下Filtra 其實你拍風景 這方面我覺得是贏了的 即是直接下CPL在前面 直接 這次鏡子輕了一點 另外一個重點 即是剛才說了WR OIS 另一個重點就是光圈環 其實之前那支 是0044那支比較奇怪 因為富士大部分鏡台 即XF系列都有光圈環 基本上都有 但是它有分 行定光圈和會變光圈的兩種 可變光圈都是 即或者會變光圈 基本上都是zoom鏡 因為你講到行定光圈 你定焦鏡目 不會不斷變 0044是這支 它也是行定光圈 但是光圈環是沒有黑度的 為什麼呢 其他如果你說光圈會變呢 其實它不可以指著 你一邊zoom 它的光圈有機會會變 如果你保持最大光圈的話 那光圈環就會錯的 即是如果你有一個 Hardware的黑度在上面 所以它會變光圈的鏡頭 那個光圈環上面 是沒有黑度 兼且是無限轉的 0044是這支是行定光圈 但是光圈環 是沒有黑度的 今次就改回了 加上黑度在那裏 加上黑度在那裏 還有 就有個鎖鍵 那個光圈環 那個鎖鍵 都方便的 因為其實它也不是很多鏡 光圈環有鎖鍵 這支就有了 這樣 主要都是在這些位置改造 而且它有說 它那個防震就是3.5級 即是SIPA標準 如果配上XT4就會變6.5級 這件事我個人來說 尤其是Y鏡 我就不太管它防震的級數 因為我反而來下鏡 不如關掉它 更好 你覺得這支鏡 它富士應該是第一支叫做二內鏡 但很奇怪 因為之前是說 真的加了二字 但它這次真的出來了 它不是出了二字 你覺得為什麼富士會動呢 會不會跟之前 真的另一支定招 是很接近的 我記得之前有一支 它有一支定招 也是光學設計沒有變 但外殼 這支351.5 352光圈 那支就是 一個型號看得到 那支是XS和XC系列的分別 XC系列簡單來說 是一些便宜的系列 沒有光圈環 XF系列是金屬殼 有光圈環 還有WR XD那支是甚麼都沒有 膠殼 又沒有光圈環 還不是防水 包括光學也是一樣的 但那支應該是便宜價版 就不是叫做第二代 我想未來WR 應該是當了一個 標準的功能 加上很多不同級數的鏡 至少中上級的鏡 其實它第一支有WR的鏡 推出之後 除了XC的便宜的鏡 全部都有 但這次我覺得 這個 我可否形容它是第二代呢 這個我自己也覺得 是比較奇怪的 或者有機會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對焦速度 或者防震有些改進 這個可能是富士用家比較關心的地方 如果這一刻我自己想 可以趁有這支鏡頭 再進入之前那支 到家 因為光學一樣 其實我覺得沒有問題 除非你說 我經常去一些很潮濕 隨時下雨的地方拍照 這支當然會安心一點 因為我自己也試過落大雨 幸好那時候 不是拿著沒有防水的鏡 接著就說說另外那兩支 另外那兩支 就說了一支鏡 資料不算多 因為是明年才正式推出的 所以那支資料不算很多 那是哪兩支呢 一支呢 18 1.4 和7300 光圈就是4-5.6 ORS來的 很有趣的 18.4 因為富士自己有16 1.4 這支鏡頭似乎 就開始想強大定焦1.4 這個系列 因為其實18和16很近 即換算實際影的焦距 就變成大概27mm 是的 成為28 1.4 或者27 1.4 相當於全鏡 品牌的 如果兩支鏡比較 就相當於28.4和24.4 相差好像很少 但是我想 因為有不同的朋友 都喜歡不同的焦距 因為這兩個焦距相差很少 但實際出來的視角 都挺大是差距的 就是你會看得到的 所以這支就 等一下吧 它的資料不算很多 但是我自己 我個人會喜歡這個焦距 比16的焦距多 因為我拍人不多 28就比較容易控制 24的焦距沒那麼變形 變得那麼厲害 要拍人 配合一些廣角的人 是的 另外這支反圍 值得提多一點 長鏡 70-304.5.6 OIS 這支鏡頭的特別之處 就是它廣道明 廣道明可以 安裝自己的2X的標準 多個玩法 多個玩法 你想想 它本身有個1.5X的Corp 即是它本身的等下焦距 已經是Zoom到450 然後如果你想想 再加個二乘的話 就相當於900mm 變成900mm之後 雖然它的光圈是變成實力光圈 但是以現在的機器來說 只要它對焦 因為它是EVF 你不太覺得它暗了 也對焦 是的 最重要是它能對焦 當然了 真的要先試 因為未知 可能到時 告訴你要手動 或者它的效能不好 都沒有意思 但是都OK 現在它有一支輕便的長鏡 加上鏡子的陣容 我覺得附視到輕便的長鏡 都是重要的 以往印象中 它以同類型的產品 輕便的 去到二百多mm 230 對230 還有那支便宜的鏡 對 就是一般 例如定位差一點 但這次70-300 如果試了畫質 都叫做中規中矩 那就起碼多了一個選擇 它等效是150-450 105-450 其實很多城市裏打著的朋友 其實都應該挺夠用的 夠用的 因為你輕便了 又不用知道炮弧很厲害 是的 雖然它也傳了一輪 我原本也想著會不會這麼快 所以又公佈了 都挺期待它出的 如果你說加上XS10 輕便在城市裏打著 因為我有些朋友剛開始玩打著 就未必會去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但城市裏面玩的話 其實都挺夠的 是的 甚至乎你夾X-T4 要30張連拍的時候 再乘1.25 其實都很夠的 那已經過千mm了 是的 唯一就是不知道到時對焦效能是怎樣 但我覺得以現在的技術來說 不特別擔心 尤其是富士 這方面也做得不差 應該大家可以放心 是的 我自己覺得 最需要擔心的是 二乘的效果出來的光學 這個就是唯一 但通常我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它設計的過程 想到真去鏡 所以變成應該都可以 以富士來說 應該都可以做到一個 可以接受的範圍 希望 希望 希望以待 總之如果富士今次公佈了這幾樣東西 我自己覺得 當然最期待是這部機器玩 但是接著就輪到這支鏡 明白 是的 那你自己呢 總之今天富士這幾樣東西 你自己有哪樣東西 有興趣 我挺喜歡剛才說的那部機器的外形 我覺得有點像崩得舊的 一部LX 黑的零鏡 其實富士在這方面 在機身外形的設計 真的挺吸引人的 那部機器也小了 手柄也像你所說 相對於以前的型號 是真的 黑的好處 真的有 我喜歡它在前面按 又有一些曲線 又有Wing Boy 相對來說 無論不同的人都會覺得 應該很差 另外 新的那支738 真的多了一個選擇 是的 這樣不錯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 不妨礙Alan你了 其實這段時間大家都很忙 希望大家快點 其實沒理由說快點忙完 希望可以不用那麼忙 繼續忙之餘就不要那麼忙 OK 下次再見 再找你再談談其他話題 OK 好 就這樣吧 拜拜